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風駕 國貿全英版的三年級的嫌疑 然後我們的戲唱的名字縮短名稱就是Viva 然後重點是今天要來講的東西是 來這邊來代爾學習 來準備雅思的一些過程和我自己的經驗 還有我自己一些心的部分 然後首先我要講的是聽力的部分 其實我本來聽力又算不錯的 但是因為其實沒有說到很頂尖的程度 所以來這邊稍微增強一些聽力的一些技術技巧 其實因為歷經了不少老師的教法 所以我發現每個老師對聽力都有一些不同的見解 重點就是說如果一句按照老師的練習方法都是有用的 老師可能會要求你一篇一篇的去從細節開始聽 去了解每個答案的需求 或是一些題目的一些設定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我們如果可以把每一個階段都聽得很清楚 他要給我們呈現的是什麼 那我們在聽力回答問題上面就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次寫那個閱讀的部分 閱讀的部分的話 老師其實會提供他自己的經驗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閱讀應該怎麼去練習 應該怎麼去準備 還有平常要閱讀什麼文章或什麼雜誌 但是我個人的準備方式是 因為平常學校就有在練習一些比較學術的文章 或是看一些比較多的一些case study的部分 所以我對閱讀的方面其實我有自己的準備的模式 首先我一開始是從新聞和一些日常生活的文章來著手 因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最熟悉的東西 比較不會有那麼多困難去理解 然後再慢慢的去延伸到一些學術文章 然後再增加閱讀的篇數 重點是只是單純練習和閱讀的速度和理解能力 不是說去了解裡面的單字在講什麼 或是因素十倍裡面的一些模式 因為我們重點就是說 雅思是考一個很廣的一些英文 所以我們沒必要去斟酌 或是去追求說要多官媒 多可以理解多少東西 或這些單字我可以了解多少 其實沒必要 重點就是說自己能不能去在時間內 把閱讀的一些文章看完去做完題目這樣 再來有一個就是我最不擅長的寫作部分 因為寫作其實是一個很多人發現最困難的一個挑戰 為什麼會說是挑戰呢? 簡單來講就是說寫作我們是會用中文的方法去呈現我們英文文章來做寫作 所以基本上我練習的模式還是按照老師的步調來 因為老師他教給我們是從一個從頭開始去改變結構和我們自己的一些呈現邏輯的部分 我認為如果我們按照老師的步調來做的話 基本上的話是可以在亞斯的寫作上拿到不錯的成績 尤其是在第二部分 因為第二部分我們講究的就是一些對於我們自己一些自己的想法 如何呈現給考官或者是閱讀者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文章 重點就是說你在呈現你自己的想法的同時 能不能用英文完全的呈現那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文句 重點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按照老師的步調以外 可以自己平常多寫一些東西或多看一些文章去理解外國人或是一些英文語系國家 他們平常在寫文章的一些解構或者是他們的思考邏輯方式 這樣有助於我們平常對寫作這一塊的理解和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用什麼東西作為出發點的一些相關的小技巧 然後最後就是閱讀了口說的部分 因為口說的部分的話其實跟我們聽力是有關 我們平常聽進去的東西我們可以講得出來 我們不一定會評它但是我們一定要找我們念 如果我們聽力的成績有拉起來的話 相對寫作和我們口說的部分都其實會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是說口說的部分的話就是平常你在班上 很多人是你不認識的但是有時候跟他們組成一對 組成一對的同時 拜他在對方跟你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寫下一些對方犯錯的部分 或者是他講得好的部分 為此我們可以在這個方面的話可以取得很大的一些幫助 尤其是在我們自己一些邏輯方面的混亂的部分 或者是對方一些表現得很好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那邊去學習 去了解自己還有什麼不足 然後或者是我們在下課時間 我們可以去找老師練習自己的寫口說的部分 因為老師平常也會跟你講英文 在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就可以對你來說有很多的幫助 然後這是我準備亞視的一些過程跟一些經驗 對我來說是會很喜歡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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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